我真拿不准她到底喜欢什么 好看 夫人 可这是贵妃娘娘亲自做媒 我 我如何能拒啊 就算是贵妃娘娘 那也不能强迫别人嫁娶啊 夫人 我实话说了吧 上次贾运票的事 就是这魏远户良意一手压下来 当时我就知道事情不好 求敏 今日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管未来结果如何 你都要自己担着 怨不到别人身上 更说不着是为了谁 父亲 母亲 我家 爹 这清单 我都写好了 这姑娘家无非就喜欢这些什么 胭脂 水粉 香囊香囚 珠宝首饰 我打算明儿让皮财处手下 给爷拉两车过来 爷 你就别纠结这个了 我明儿就去皮财处 就算把库房翻个底朝天 也要把这钥匙找出来 解了这老绳子玩意儿 明日一早 替我去秋府 把秋妍姑娘叫出来 叫秋妍姑娘出来 送锦说大人寻到一名巧匠 可以打开守顾 你就那么想打开吗 大人不想吗 这几日大人怕是就要到我家提亲 留着这个不是徒生事端吗 看守顾的人呢 看还不聊 我找你啊 还有别的事情 跟我来 你带我去哪儿啊 就这儿 你带我来绸缎庄干嘛 你进去就吃了 不说是吧 那我走了 等等 我母亲让我给秋妍挑些礼物 随便你一块相亲 你是她姐姐 你喜欢的 她自然也会喜欢的 当真 当真 那你为何不早说啊 你下来就不赞同我和秋妍的婚事 把我如房贼一般 我担心我提前婚你收了 你不愿意帮我挑 亏了你说的 敏儿所喜之物与我大相近情 她爱穿这非色单红 她喜欢轻薄的面料 从小呢 就喜欢这种花儿朵儿的图案 选生 那这几呀 大人买的定不会错 小娘子真是眼力不凡啊 这几批都是镇店之宝 江南来的专购 别处绝对买不到 都要了 好嘞 我说你今天倒是爽不快 我记得前几日你才说 只要有你这姐姐在 就不会让我得差 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想要娶秋明 但与你共同办案这几日 我发现你也不是那么糟 我相信你既然决意要娶她 就定会善待她 她也愿意接受你家的提亲 那我这个做姐姐的 还有什么好奖 喜欢 喜欢 不过敏儿不喜欢 不过敏儿不喜欢 来 哎 邀里边请 多看一下 上面也有啊 来 这里的款式真不 样子也够华丽啊 帮你下次过来啊 来 邀里边请 好看吗 感觉敏儿会喜欢 再看看 当时试试 我不知道敏儿会不会喜欢 这里的东西我真的说不好 敏儿的珠宝无数 大多带过几次便不带了 我真拿不准她到底喜欢什么 好看 来 要不还是再看看吧 万一敏儿她不喜欢呢 这里的东西比不得不匹料子 敏儿 先去我看看 再去别带看看 那咱楼上看看 楼上还有更好的 来 来 给 可可爱 爷 您要的东西各家店都送过来了 家具摆件我已经让人送家里 让老夫人购物了 这个拿过来 这是给邱嫣的别混在里面 你都下去吧 是 是 怎么还有给邱嫣姑娘的东西 她之前不是帮我给邱嫣挑礼物吗 算是谢礼物 爷 你变了 你堕落了 爷之前不是口口声声说 比柴树办案不需要感情 说什么与邱家联姻不过是正式需要 邱敏品貌如何 无关紧要 可爷现在又是亲自采买 又是花大血本讨好大姨子的 这举止行为怎么跟 秦小爷什么 我现在没有当公事来办吗 不论真心几何 既然我娶了人家 也须得用手段 用心进一步是吗 求某算计来的感情 就不是感情了吗 男女之情 哪有那么多水道曲折 为什么为了生计 为了报复基金营营 就值得被歌颂 到了儿女情长之时 女儿家 就要像守株待兔一般 等着上天的恩赐 coaches 优优独播剧场者 统员